今天是中島12點24分 我是你的好朋友楊潔在空中背叛 大家好 你所收聽的是看路電台 FMQ7點的新聞算是網絡 哇 今天這個天氣也是很高 所以看到楊潔都是這幾天都穿毛衣有沒有 真的是蠻冷的 那我們看我們的FB的直播 也可以看到我們現場的這個畫面 這樣很重要是我們的好朋友 再次來到節目當中 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每次當然都會帶給大家很多 在我們的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心知 我們邀請到的是我們的高雄市警局 交通大隊副大隊長 我們的黃淵銘副作 副作你好 蘇生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們副作還有上我們的Angel的節目 其實各個時段當中 我們都不同的 一直不斷的在做宣導跟露出 尤其 其實我覺得我們交通安全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的守護 我經常跟聽眾朋友說 你只要是 沒有在家裡 你只要是走出去 就是會遇到交通安全的事情 沒錯啊 從起床到回家睡覺 這中間一定會 會到馬路上面嗎 我認為說是走路 還是騎車 還是開車 還是說你記得去做大眾運輸工具 都是遇到交通安全的問題嘛 對 除非你都不出門 對 只要你是出門 你就一定會遇到交通安全的事情 所以聽眾朋友 無論說你現在是在家裡聽 是人家 還是說你現在是開車 我覺得說很多的族群 其實我們聽眾的族群很多 尤其我們聽眾朋友 大家現在有在聽 我們的節目的朋友 你只要是在出門的狀況之下 你就要特別注意到 我覺得其實上次楊姐 還有一個經驗很特別 就是說因為我們都有跟 市府的一些同仁長官 我們在聊 他說我們快樂電台 最近都有網路的直播 那網路的直播 會不會對我們的計程車司機大哥 或者是我們的開車的族群 有一些影響呢 我說不會 因為我們是各個平台都錄出的 包含是現在 我們是開車的朋友 你就是一定要用FM 聽我們的節目 就是一定是安全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一起來 守護我們的交通安全 我們其實今天幾個面向要跟大家聊 我先來談一下的是 其實最近我們市警局 一直在如果如土的執行 保護行人路權的一個專案情務 我覺得這個專案情務非常的特別 因為說 其實我說實在 我常常是當路人 但是怕路的朋友 有時候會發現說 很多的騎機車的騎士 或者是說開車的朋友 我們走在斑馬線上 有時候我們還要讓他過 所以有時候 這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那這個我就必須今天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副作了 就是我們說 我們的行人走在斑馬線上 應該是有比較高的路權吧 是不是這樣子 是啊我們在台灣的法律啦 我們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其實它在裡面規定 跟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都有 有相關的一些規範嘛 那行人 是這樣子 它等於好像是古代的 的官員拿到聖職 喔真的喔 我來這樣用比喻啦 拿到聖職 它就是一個 無上之大的一個權利 所以說行人 他只要走在我們的 這個斑馬線上面的話 也就是我們的行人 穿越到 他就是無敵的 他就有絕對的路權 所以說 我們行人 走在斑馬線上 車子 不管是汽車啦 機車啦 腳踏車啦 通通一定要理讓他來 通行 這個就是我們 行人路權的一個 絕對路權的觀念 嗯嗯 OK 這很重要就是 所以有時候我會發現說 我走在那個行川道上面 啊 那個可能遇到那個 有車子要轉彎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喔 有時候我會被 啪 我想說 現在是怎麼經驗啦 所以欸 我覺得這個這個狀況 是不是應該要 跟我們的 呃 用路人喔 尤其是我們 開車的朋友 也是要說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轉彎的狀況 你遇到有行人 在斜忍穿越道上面行坐 你是不能幫他的欸 對不對 對對對 是不是 對 那 針對 傑哥剛剛講的 這個狀況啦 其實 呃 為什麼我們要執行這個 鑽案 我就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 去年 一整年 一整年 106年的時候 我們高雄市 總共137人的 A1的 交通事故死亡嘛 那其中就有17人 嗯 是行人 OK 他的類型是行人 是 那行人的部分 當然17個人裡面 又有13個人是老人 是 就是我們65歲以上的高齡者 嗯哼 那以全台灣來說的話 其實現在 每年 大概從以前的 2100 多人 A1類的 交通事故 然後死亡的人 2100多人 一直降到最近的 1900多人 是 已經有一個 險住的一個 下降的趨勢 那高雄市也是一樣 嗯哼 那但是 你看全台灣 每年 因為走路 走在路上 是 死亡的交通事故 都大概是 260多人 嗯哼 都是居高不下 一直減不下來 那高雄市 也是這個樣子 OK 所以說 這個 針對這個 危險的部分的話 嗯哼 已經讓我們 感受到 欸 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嗯 所以我們 高雄市才在 呃 106年 12月28號 是 開始來執行 這個專案 嗯哼 那這個專案 要執行多久 嗯哼 一個月 嗯哼 去年的106年 12月28號 一直執行到 今年我們 107年的 1月27號 嗯哼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希望 能夠 藉由這個專案的執法 能夠讓 我們所有的 用路人 是 喚起大家 尊重行人路權的這個 這個理念 嗯哼 我們希望能夠讓 行人最大的這個理念 嗯 生殖在大家的心中 是 大家都考過駕照了嘛 對對對 科尊重行人 應該都知道說 行人他在 嗯 他的專用道上面 他是有絕對的路權 沒錯 沒錯 所以 希望大家 哦 這一陣子 遇到警方 在做取締的時候 嗯哼 能夠都有耐心一點 是 聽我們的一些 勸導啊 勸導啊 那甚至 哦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執法的 的那個 嗯 界限在哪裡 是 哦 這個部分等一下我會再跟大家來說 報告 OK 我覺得其實 不見得每個人都犯規了 其實還是很多人守規矩的 是啊 楊姐其實有一個 呃 蠻 有一個記憶點 我覺得蠻溫馨的 有一次楊姐就是 騎摩摩車在路上停 也是停紅燈的時候 嗯 那時候就是看到一個阿嬤 那阿嬤的行動不是很方便 他拿那個 四腳那種住行器 嗯 他走路真的非常的緩慢 阿德 因為他要等 就是等他那邊可以通行的時候 他就這樣 慢慢走 慢慢走 嗯 我發現說 阿嬤真的 呃 走很慢 不過 其實等到 我們這邊綠燈的時候 阿嬤大概還有剩一點點的路幅 哦 還要再走過去 我覺得大家都會等他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很多人 很有愛心的 很守規矩的 像剛剛我要來 我們快樂電台的時候 我從我們交大 我們交大前面那條 中正路是非常大條的道路 所以他的路幅非常寬 很寬 所以我那時候要往 哦 中正路要由東往西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OK 是溫馨的嗎 不是 不是溫馨的 也算溫馨啦 也算溫馨 就是哦 從 呃 從我們中正路 嗯 就是橫向的 他 剛好是 有一位阿嬤 OK 他一樣就是像傑哥你講的 他是拿那個助行器 哦 走路很緩慢的 對 嗯 然後我這邊 中正路要往法院的方向 已經 已經是綠燈了 是 然後我已經起步了 OK 他才走到路中央而已 哦 那怎麼辦 對啊 啊 所以我們就知道 趕快緊急上車 是 趕快讓他先過 OK OK 對啊 要不然如果我們硬要過的話 很容易就撞到 沒錯沒錯 那幸好 幸好我們有防禦駕駛的觀念 嗯哼 旁邊 我這 我這條路是 呃 內車車道是執行的 是 那旁邊還有一個 就是左轉專用車道 OK 那左轉專用車道已經都被 哦 我們要左轉的車輛已經沾滿了 所以說 我要執行的車輛一定會有視覺視角 是的 那那位阿嬤剛好是從視覺視角的範圍 走過來我這邊 哦 那如果我車子快一點的話 嗯 一定是A到 沒錯沒錯 我們的阿嬤 所以 幸好我們開得慢 開得慢 然後又有這個 防禦駕駛的觀念 所以我們才 可以緊急煞車 然後趕快讓 阿嬤先過 阿嬤趕快過去 OK 這個就是 我今天要來之前 剛好遇到這個 小插曲 相關的這個問題 是 對 他心目的是人齁 在那個 我們在用路的時候 在行駛道路的時候 都遇到一些小插曲 不過有時候 我也不太建議大家 用那麼暴力的方式 哦 有嗎 真的 我感覺沒必要啦 我覺得也沒必要用罵的 因為有時候會發現說 突然發現有人衝出來 怎樣有人就是破口大罵 怎樣的 我覺得好像也 有時候會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意外 可能會發生 可是像這種 像這種老人家 他真的是 他的行動本來就是 慢 身體比較退化了 所以說你要苛責他說 走得太慢 是沒有道理的 沒有道理的 對 所以說等一下 我也會分析說 哪一些狀況 為什麼行人他的路權 是沒有辦法得到生長的 是是是 OK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執行 我們要執行這個 保護行人的專案 我先請我們的副作 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你剛才要說 就是執法的要點 對 我們的警員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才會執法呢 才會開單呢 是 那什麼樣的狀況 可能是規勸呢 是不是請你跟大家說一下 對 我們這一次的大執法 最主要是兩大項 我們要去做取締的部分 是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棄機車在行駛在道路上 前面就是半馬線了 行人穿越道 我們沒有 我們在行駛的當中看到 行穿線已經有路人要通過 正準備要通過 或者是正在通過當中 是 我們沒有暫停 OK 禮讓他先通過的話 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要取定 都要開單 不管你是執行或轉彎 你都要先禮讓嘛 是 你如果沒有禮讓的話 我們就是處罰 這個 1200到3600的罰還 哇 這個很重 1200到3600的罰還 新台幣啦 那另外一個取締的重點 就是說 機車行駛在這個 行穿線上面 也就是機車行駛在我們半馬線上面 這個也是我們 這個取締的重點 那這個太陽是 最主要是什麼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逆向式的兩段製作作 也就是我們媒體 最喜歡講的 高雄市左轉 對 高雄市左轉 你看 我們第一次逆向的時候 就是一樣 就騎在半馬線上了 是 第二次逆向 還是一樣騎在半馬線上 OK 所以這個我們也是 大力的在取締當中 是 所以這個罰了 600到1800元 600到1800元 對 也是很重啦 是 OK 所以請大家還是不要亂騎 不要亂騎 那我們現在在執法的當中 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太陽 都沒有什麼問題 比較有問題的是說 我們汽車要右轉的時候 甚至要在對面要左轉的時候 遇到半馬線 那我們要怎麼去認定說 我們沒有禮讓路人 對啊 怎麼認定 對 我們的斑馬線是不是有好幾條的那個枕目線 對對對 那它枕目線 如果我們行人走到前面 OK 第三個 第三個枕目線 距離它第三個枕目線 我們沒有禮讓的話 我們就會開罰 哦 第三個 是是是是 OK 所以 這是我們要向前中朋友來報告的就是 我們一定要禮讓我們的行人 我們的行人朋友 在我們這個斑馬線上面就是 它有優先路權 我們一定要禮讓它 那當然我覺得 呃 其實很多的狀況是會有一些突發的狀況 那包含的是 呃 提醒一下我們的聽眾朋友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說實在的 呃 行人在這個 這個斑馬線上走 有的人也沒有改修幾季 是啊 所以 這個也是我等一下要去分析的部分 那我們這一次的執行的專案 我們最主要 它我們是針對一些熱點的熱區 是 譬如說一些市場啦 公園啦 學校啦 商圈 是 這些地方都是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那我們各分局 我們17個分局 總共規劃了75處 OK 75處的地點 專門來執行這個保護行人專案的部分 是 那為什麼 我就這邊就要回應 我們傑哥的 這個主題啦 為什麼我們行人 他這個事故會這麼多 是 為什麼會這麼多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 車不讓人嘛 大家都想要扭啊 對啊 你車子 你車子 看到人 你覺得 我要讓你的時候 我會造成後方 車輛一直追走 你又走得很慢 就像你剛剛講的 一直用把他把他 逼迫他 趕快通過 甚至是 我覺得你還距離我很遠啊 我就直接通過 這些都是車子不讓人會造成這個事故的最主要因素 那車子不讓人會 還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我們右轉的時候還OK喔 OK 你還可以看得清楚喔 可是你左轉的時候 你就是在對向車道 要左轉 是 經過這個斑馬線的時候 你會因為車子有A柱 喔 A柱很容易會擋到你的視線 視線 有死角 對 所以 所以你當你在左轉的時候 你在左轉的時候 你如果有遇到斑馬線 你的頭你要稍微擺動一下 是是是 要不然 很容易就會像很多公車 嗯哼 要左轉的時候 欸明明我看沒有人啊 是 怎麼會突然有人出現 要過的時候 哇 就壓到人了 OK 造成了不可彌補的一個 嗯哼的一個後果 其實我發現有一件事情 上次楊姐也是一樣期待馬路上 因為我都會觀察嘛 我發現我到一間學校 我到一間學校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孩子在下課 那 那時候就因為他們有導護老師 嗯 那有那個導護媽媽 啊還有學生 他們就是有導護隊嘛 在那邊指揮交通 那剛好有一個孩子吼 他就要衝過去了 嗯 可是那時候是綠燈喔 嗯 那時候行人是綠燈喔 他就衝過去 結果 他剛好 剛起步沒多久吼 就被 就被叫住了說 等一下你不要過去 喔 啊 他那個人 那個導護媽媽吼 還是導護老師 他就說 你沒看到已經剩沒有多久了嗎 你等一下衝過去一定會卡在中間 那後來那個學生也蠻乖的吼 他就過 他就回 回 就是 就是 倒退路啦吼 他就不過去了吼 果真就是沒多久 就變紅燈了 啊 我覺得這一幕 我就看得蠻溫馨是說 嗯 第一個是 我們在站導護的導護老師 還有我們這些導護媽媽 真的很用心 有在注意到這個綠燈的時間 啊不如說 這孩子穿過去 剛好堵到紅燈 也就進退兩難 這種 這種情形就有點類似老人家 是 要過馬路的時候 當 噢 當這個路幅太大的路口 嗯哼 你如果不是剛開始 你就起步要過馬路的話 是 很容易會因為 你的走路的步伐太小 或者是太慢 是 啊秒數不夠的話 你就會停在路中央 靠在中間 很容易被撞 嗯 這個就是 剛剛捷哥你講的 這個狀況 是 那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車不讓人嘛 嗯 那當然也有行人會違規的 對啊 還是有這個狀況 對啊 那 有什麼狀況呢 第一個 噢 很多人很詬病 我們很多用路人在詬病行人的一個地方就是 嗯 OK 當低頭組這件事情也很麻煩 對 當低頭組 欸就滑滑滑滑 整 在過斑馬線的時候 欸一直滑滑滑滑到底 OK 他也沒在看左右有沒有來車 是 啊 走的 就是 就是 根本不顧自己的安全 OK 就這樣子當低頭組這樣走過去 噢 這個被拔也剛好而已 對啊 而且我低頭組 楊姐之前看過一個影片很瞎 也是有 有類似行車記錄器 就是 那個人剛好在那邊滑手機 他就走走走走走 結果不小心 走到那一種 那一種不是 有那種機械式的那一種 很平車格嘛 他就走下去 都要往下層 你知道嗎 往下層 他是沒有下層 可是他就是跟著往下 等到到D1那邊去了 所以 有時候真的要看路啦 有時候真的要看路啦 有時候你走來 你不可以走去哪裡 真的要特別小心 那 其實行人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一點時間 我們來講一下酒駕 因為最近其實 酒駕這件事情被大家罵罵 尤其這新聞一傳 又發現說是酒駕 又撞死人 而且常常又是孝子 這件事情真的是 給大家 就是很氣憤 為什麼每次又有酒駕的事情呢 網路上又罵聲一片 包含的是說 邊刑啦 還是說去洗大體等等之類的 大家都有很多的聲音啊 可是酒駕還是一直出現啊 怎麼會這樣 對啊 其實我們從最近的一些案例來看 我這邊也有好幾個案例 都是我們最近 發生比較大條的 酒駕的案例 譬如說 第一個 我們有一位藝人嘛 陳曉恩 是是 最近 他說他不會叫外賣 是 所以他只能自己開車 出去買東西吃 對 你看他 他就是因為一個小小的違規 紅燈右轉 就被我們台北的同仁攔下來 他的呼氣值 酒車呼氣值高達0.67耶 你看0.67會怎麼樣 是 可能你剛開始你在開車的時候很清醒啊 可是你可能開了一段時間之後 酒精會讓你的反應神經 給弱化了 就變慢了 所以你到時候 反應整個都 都变得很迟钝很慢 那很容易车祸就会这样发生 今天是刚好 我们同仁直接及时把它拦下来 如果继续开也许会有一些 或许会有痣状 或者是有撞到别人的状况 这个也是很糟糕啊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台中最近 好像是昨天的新闻 台中有一个七年类 有六度酒驾的 的这个 的这个驾驶人 他刚从脱车 那个脱掉厂把他的车子 领车离出来 结果就被我们 就被我们懒了啊 被我们懒了 发现他 幼酒驾啊 对 发现他有呼气值有0.34 OK 也是还有喝啊 有喝啊 这就是改不掉了 第三个就是 我在去年这个四月的时候 有一位新北有一位 男子啊 他开着他的车子 到大卖场去买 买那个东西 大卖场的停车位很大 很大啊 他在那边 他有喝酒 他就 在那边撸很久 撸不进去 撸很久 后来是因为 他坐在后座的这个 的小朋友 在哭 大声哭 然后再引起 警察的这个 关心 跟他讲说 你有你谋 你不能撞 你不能撞 结果我们同仁又不放心 十分钟后 又再绕回去原海的地方 再看 结果发现他的车子 已经停在 道路的中央的双簧线上 Oh my god 这次在那边走 这次是什么 这个也是 7度酒驾 他也是7度 酒驾纪录的一个 一个雷犯 是是是 我讲的这些案例 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个 陈乔恩 一人不适之外 其他都是雷犯 从103 104 105年的统计数据 103年是 雷犯 再度酒驾的这个部分是 32% OK 那104年是33% 只有105年是36% OK 你看逐年在上升 所以 大家 好像都发不通 很多人都说好像罚不怕 侥幸 我觉得 就是侥幸 他觉得 他不会被抓到 他没事 第一个他就是觉得说 诶 我很清醒啊 是 他不知道后续 酒精的作用力是非常强大的 OK 他觉得我可以安全上路啊 嗯 第二个就是我 我不会这么衰啦 是 两倍红了 对 好 OK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我们的 黄元明副大队长 继续开杠 等会马上回来 对 资讯爆炸时代 要怎样才能懂门道 而不是旁门左道 交给子鱼就对啦 太阳花时代 蔡英文言蓝 党政与国会历练 从联合国到非洲内陆 都有子鱼的经验 子鱼将用留学巴黎时的嘲讽风格 带您轻松聊政治 谈时事 快乐联播网全新计划 周一至周六 晚间六点到七点 欢迎收听 子鱼生活二三四 亲爱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民进董市议员参算人 Ko 内文 内文是一位认真 打拼的少年家 也是党局市长 为日支持的 议员候選人 感谢市长的宅伯 感谢 今年的初算电话民调 请为日支持 真正乃超越 Ko 内文 祝大家新年快乐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 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 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 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快乐电台 FM91.5 新闻刷上 昂赖 是我们在地的好处比 无论是生活 健康 教育 寡党 音乐 如油顶 都完 又豐富的节目 都在新闻刷上 昂赖 节目 听得对哦 拜议 跟拜五 中途十二点 欢迎收听 新闻刷上 昂赖 快乐电台 FM91.5 新闻刷上 昂赖 永远会访你心悲 防犯流感 大家要注意 肥皂请洗手 戴口罩 打喷嚏 要用面纸 或手帕 遮住口鼻 或用音袖代替 跟别人说话 尽可能保持距离 一空尺以上 有类流感症状 应尽速就医 在家休息 不上班 不上课哦 防治做得好 流感不打扰 以上广告 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先来后到 为您养好鱼 让您吃好鱼 鱼儿吃得好 以合藻糖浇飼料 养出鱼儿抵抗力 不用抗生素 鱼儿住得好 生态循环养殖系统 水质好 鱼儿越油越健康 先来后到 献给您吃好飼料 好健康的鱼 呆完楼麻 有生产履历的大尾金脈楼 海红雕 请打 0800-893-893 或请上网搜寻 快乐电台购物网 快乐 快乐 97.5 好 回到这部现场 现场是中等 12点49 欢迎收集 听到是快乐电台 FMQ 今天晚上的新闻 我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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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高雄市警局 高雄市警局 交通大队副大队长 黄元明 我们的副座 在我们的座部当中 跟大家分享 这个酒后驾车 真的是不应该 尤其最近很多的 包含的是 义人陈巧恩的 这个酒驾被抓了 好险他还没撞到人 如果真的撞到人的话 可能一辈子就毁了 所以其实蛮多民众 都蛮感谢 我们警察同仁 真的有把你拦下来 对 就是在还没有造成 这个 没有办法 灭符的后果之前 就先把这个酒驾的 这个恶劣的行为 先把它阻止 所以才没有后续的 一些状况发生 这个也是我们智力 一直在 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说 最近 我们因为 三节 三节 我们台湾的三节 其中一个 春节快到了 对啊 过年大家现在要吃买鸡啦 公司聚餐啦 朋友聚餐啦 你不管是公司或政府机关 大家都是有尾压 大家都是要宴会嘛 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 出发之前 知道说 我今天一定会喝酒的啦 还是说 或许会喝到酒 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把车子 交通工具 OK 驾驶到现场 就不要啦 这个叫事前 酒前不开车 是 我们一直在讲 酒后不开车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酒前不开车 对 你就是干脆就完全不要开出去 你就没麻烦啊 对啊 不会麻烦说我的车子放在那边又怎么样 你又不会想说 我喝了酒怎么办 我的车子要谁来帮我开回去 我可能要上班怎么办 对对对 像我们 像我自己出去宴会的话 一定不可避免一定要喝一点小酒嘛 那我们都是坐捷运嘛 坐捷运回来 或者是在现场就叫计程车 是 那我们这边 高雄市 有一个带叫计程车的专线 那是免费的 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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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啊 是 高雄市的计程车那么普及 是 你随时叫 可能一下子就来了 OK 那这个专线是 0800 00 006 001 这个部分 请大家可以好好地来利用这个转线 这个转线非常好 非常好用 我问一下副作 那我们差不多要 比如说有人说 米露的没啥酒味啊 也没有什么酒精啊 而且很多人就是喝啤酒 根本喝不醉的 那到底喝啤酒 喝啤酒如果以酒测值的话 会超标的状况 大概啤酒喝几杯 喝啤酒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一个健康 而且成年的男子 我们在 这个一个小时 可以分解的酒精量 是15cc 15cc 15cc 所以说 我们可以计算嘛 像啤酒 啤酒它大概都是5% 酒精成分大概都是5% 那5%你算一下 如果我是喝 一瓶300cc 300cc的 啤酒 啤酒的话 那300 乘以0.05 就是15嘛 是 所以它这一瓶里面大概有15cc的酒精成分 所以我喝完300cc的啤酒 我要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 比较安全 OK 当然这个数据可能要随着我们的 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可是这个是一个可以让你参考的一个数字 是是是 那像高粱呢 高粱它就是58度 哦 58度如果你喝300cc的高粱 是 你等于我有算过 大概要11.6小时 哦 第一天是半天啊 11.6小时你才有办法去把它完全分解掉 分解 再卸掉 所以 你喝浓度越高的酒精 酒类 酒精的饮料 你就要分解的时间要越久 越长 对 所以 很多时候很多人是 诶他知道哦 他知道他要搭这个计程车 回家 回家 可是他在家里面可能休息的时间不够 嗯 他的酒精成分还没有分解掉 他就出去了 驾车出去 结果发生事情了 哇 哇 变酒驾 对啊 嗯 那你你酒车的时候 诶不过 这样壞啊 一样是酒驾 是 很多时候 就是你哦 你不知道你身上还有残留酒精 结果你 你都遵守交通规则 结果你是被人家撞的 OK 那一样是酒驾 哇 这行单行哦 因为有人会知道说 啊你说酒后不开车 我知道啊 酒前不开车 我最近也有听过了 我去 我有喝酒 我就不要开车 结果回去睡不够 你又出去买一个东西 买一个消息 还是买一个车 结果哇 被人家发现说 哇 你酒驾了 那感觉自己也很无辜 说我明明刚刚 没整个家里 对对对 都已经搭计程车回家了 怎么又会变酒驾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计算到说 其实酒精它必须被代谢掉的时间 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 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 前功尽弃 那刚刚我更正一下 刚刚我们的 的这个代轿计程车的转线是 0800 001 006 是是是 我刚刚把这个 006跟001 都变倒了 0800 001 006 请大家好好好的利用这个转线 可以让你安全的到家 OK 好 那副座是不是请您做最后的补充 好 那 呃 请大家好 我们现在 呃 政府的 政府的政策就是酒驾零容忍 嗯 所以请各位 只要有喝到酒 有沾到一点酒 就千万不要驾驶 动力的交通工具 嗯 没错 这个部分的话 呃 我们可以顾全我们自己的家庭 是 也可以 顾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是 哦 那提醒大家 哦 0800 001 006 是你的好朋友的转线 好 谢谢 好 那当然最近我们政府在推这个保护行人的专案 也希望我们提供朋友哦 如果说您开车 或者骑摩托车遇到了行人过斑马县 哦 过这个行川道 一定要离让他哦 对不对 是 那我们的行人呢 哦 如果遇到说这个 绿灯时间不够 也千万不要任意穿越哦 因为有时候说时代 有时候你的步伐 大概两波感快 如果说这个时间秒是不够 很容易在中间遇到的红灯 就蛮尴尬的哦 好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我们的警察局 交通大队 副大队长 黄元明 副大队长 来到杨洁节节目 跟大家分享 那么宝贵的经验哦 谢谢你付责哦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是 我是杨洁 最近天气真的比较冷哦 请大家哦 一定要抢烧烧哦 好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